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為嘉賓力然是來自《要財精圈》 演家部副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恆子貨幣在輕微收窄 現在跌104點 20737點 國企指數方面跌52點 還有9796點 成交量方面跌255億 我和Jason談談內房股 華創、688、中海外 其實近期表現都開始轉了少少態 自從創了高位之後 都有個比較深一點的調整 其實我想大家都在擔心內房有沒有雜資的壓力 早前龍湖960配股 但其實看到大行的反應都挺正面 因為都說釋除了流動性的疑慮 反而是一件好事 現在市傳說華潤智地和月秀房托 405也可能會在短期內再抽水 問一下Jason的意見 之前說潤地和月房 打算有個配股雜資的行動 但好像被龍湖截了壺 所以要先撐住 好像是 你看到龍湖之前 上個星期的股價都爆升上來 可能他都覺得自己的股價 到13元流上都差不多的時候 乘機搶先一步 向市場上抽水雜資 看到他的集資金額方面都其實是不小的 當你說昨天他集完資配完股之後 連那個配股價都叫做跌穿了 似乎市場上對於他這次的集資的反應 就不算太過正面 另外你說到另外那兩隻 包括華潤智地、月秀房托基金 這兩隻其實本身負債的比例都相對比較高 當中華潤智地你看到的G&A ratio 大概是六成多了 說著月秀方面 亦都在之前 收購完那個母公司廣州IFC的資產之後 都令到債務上面就有個明顯的提升 那接下來我相信你說這兩間 都有機會有個融資的行動在 那當然你說可能之前被人截了股 都令到一眾的內房股 近這一兩天 其實股價都叫做跌了下來 都令到可能這一類的公司 那個集資的行動暫時要保持 就是等股價接下來有機會上一些高位的時候 才再次是有個配股的行動 那所以你說選一些負債率比較高的那些內房股 都要留意當他們的股價升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要考慮一下 需不需要減什麼減榜 否則的話 就有機會在高位出現一個配股 就有機會會蒙受一個所謂短期的損失 所以你說玩這些股份 我都建議是一個短線 讓他們再升多一層 去到之前的高位的時候 都應該有利潤在手的話 就應該要先做一個take profit 沒錯 見到近期內房都炒高了不少上來 有個秋水雜資的情況 都未常不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但是接下來就即將要踏跨第三季 其實內房的消息數據暫時未出 但是有幾隻的表現都叫做比較好一點 例如688、109、3333、恆大 其實都說之前去到半年的時候 都說達了半年的目標 你覺得接下來金九、銀十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你看到今年銷售最厲害的季節 就是在4月、5月那時候 因為大家那時候都覺得 中央接下來會減息 以及對於樓市調控方面 就會有機會鬆一鬆手 所以見到很多內房企業 都在第二季中、第二季尾那段時間 都是在賣樓方面不單只是賣多了 甚至乎很多一些新的樓盤 都是能夠加價去推售的 這些因素都令到 當時一眾的內房板塊 都是抽了上來 以及之前大家擔心最大的問題 就是傳貨會不會積壓太多 而令到那個回籠資金有機會回不了 所以到最後會令到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似乎就好像是掃除了 但是都要留意 因為你踏入到九月 或者是說這兩個星期 都見到中央方面有部分的高層 包括溫總都出來說 就說樓市調控方面 仍然都還是不會放鬆 再加上就說南京方面 都說有機會要推這個限漲令 就是確保那些新盤推售的時候 加價幅度就不會超過10% 這些事件都令到人再次擔心 會不會中央對於樓市調控方面 就未必說會真的說鬆就鬆得到 再加上現在美國又引人資 全球的流動性又這麼氾濫的時候 中央方面都是比較擔心 就說那些熱錢會不會流入來中國 那方面就繼續炒你的房地產 如果要防範於未然的情況下 我相信你說要去大規模鬆綁的可行性 就不是說太大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選這些內房股 都一定是要集中選一些本身是今年 就是頭兩季賣樓是賣得好的那些 剛剛你提到688 他單計上半年就叫做完成了 全年那個售樓目標的八成 沒錯 華盈智地方面都完成了有七成 但如果你說剩下的那些 包括恆大來計算 其實那個數字上面就一般 如果你說單計半年方面 他連那個目標一半 即是50%都未能夠達到 所以究竟這類公司 當你上半年好景的時候 都是賣樓的成績都不算太理想 會不會去到未來 即是當那個銀巾又要收一收 又或者當那個調控又要再緊緊的時候 會不會都令到他們那個銷售的壓力 而有機會令到他們有個集資的行動 所以你說要選這類內房股 我覺得那個風險都仍然是比較大 沒錯 你看到內地一直以來 冠雪的目標是興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 近期國家副總理李克強 都在研討會裏面都說 近幾年其實大力 政府一直大力實施保障性安居的工程 他就說有50%是這個彭護區的改造 他都說是一直採取措施 就是防止房價大升 主要原因都希望城市化門檻不會被推高 其實我覺得他帶了另外一點 就是越來越多人就會來到城鎮居住 其實內需釋放到金額是非常大的 接下來是否能貫徹到中央一直在說要擴大內需的層面 要擴大內需 第一個條件就是要令到內地居民的整體收入能夠提升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賺多些錢 當然就說他們找工的時候 就希望找一份更加好 又或者收入更加高的工 針對那些對象 就可能現在在內地一些農村方面的居民 就希望他們都可以有這個誘因 就遷入去一些二三線城市那裡打工 因為始終你講現在城市方面的工種 那個的收入就一定高過你在鄉下耕田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趨勢來近真的會走得到的時候 那自不然都需要一些配套措施去配合 那當中你說居住方面 住房方面就一定是不少得的了 那如果你說希望吸引更加多的外省勞工 進入一些二三線城市那裡去找工作的話 那你自不然照安排一些居所就讓他們居住了 那所以你說保障性住房要輕建 除了你說要禁一禁內地商品房的樓價升勢之外 也都有一個很大的啟示或者很大的作用 就希望就等一些外省的勞工 就進入那些城市那裡 一路打工之餘 也都能夠可以安居樂業 對於內需的刺激我覺得都有幾大的幫助 沒錯 因為現在估計說未來二三十年的期間 每年中有一千多萬的人口 由鄉鎮移到城市 說到那裡釋放的內需真是很巨大 好 那謝謝Jason 因為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股份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